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声盐 盐 三声盐 盐的本字是这样写成的盐字 可是现在已经很少用到了 盐是我国很早的行政区域之一 也是古代的九州之一 盐州的疆域 世代都有变革 但是大部分仍然在山东西北与河北西南一带 明清设有盐州府 府制设在滋阳县 到现在一般人仍然称山东省滋阳县为盐州 盐这个字除了当作地名之外 别无其他解释 但是用到的时候 有人会把它读成或写成了滚字 所以我们附带的 把滚这个字也来介绍一下 滚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歌文滚三声滚 滚是古代天子的礼服 又称为劝龙衣或者是滚衣 滚滚是大水流动的样子 如杜甫登高诗当中有 不禁长将滚滚来 剧中的滚滚 也可以写成水部的滚滚 滚滚又是继续繁多的意思 如杜甫赠广文管博士正前最诗歌 诸公滚滚登台省 广文先生观独冷 滚滚诸公这句成语 也是从上面的诗句当中引申而来的 不过通常是指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而言 与杜甫诗中所讲的诸公滚滚 在意义上稍有不同 最后要说明的是 演这个字属于人部 滚这个字属于衣部 两个字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另外滚这个字的俗体字 多半写成这样的滚字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在运用的时候请加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